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Fonex TV政治关系新闻频道 我们将与美泽新闻提供最新鲜最客观的评论与分析 今天是2024年2月1号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立法院长选举争夺战与各党策略分析 在台湾立法院的权力走廊中 一场关于政府院长选举的战略博弈正在紧张上演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今日坚定地宣布 支持黄珊珊参选立法院长一职 并且对党内立委提出严格要求 按党团决议投票 否则将面临开除党籍的严厉后果 这一决定凸显了民众党力求在国会中展现影响力的决心 以及其维护党内统一的决心 民众党的策略显示出其对于台湾政治格局的深思熟虑 在第一轮投票中 如果黄珊珊未能胜选 民众党选择退出第二轮投票 这一策略可能只在保留政治资本 也可能亦在对其他两大党的策略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 国民党推出的韩江沛 以待团结党内力量 并吸引更多中间选民 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防止立委叛逃 特别是在党内仅以微弱多数保持优势的情况下 另一方面 执政的民进党则依靠现任立法院长游锡宽和副院长蔡奇昌的优势 力求连任 从政治分析家的观点来看 民进党可能会利用国民党立委面临的司法问题 作为策略上的破口 进行游说和操作以分化对手 从而增加胜选的机会 随着立法院的权力战即将迎来高潮 这场选举不仅是党派之间的对抗 也是对各政党政治智慧和策略布局的考验 而结果将深远地影响着台湾的政治版图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选举动态 记者 徐凤起 台北报道